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成行走的恐怖片 有人说这是年轻时为整容付出的代价 正所谓人不可貌相 还睡不可斗梁 黄夏慧的人生也曾经拥有过高光时刻 她一生跌宕起伏 充满了传奇色彩 1933年出生于香港的黄夏慧 从小就是一个美人胚子 在《街坊40》的夸赞声中 父母将她培养成一个艺术范儿的女生 15岁那年黄夏慧进入乐剧团学习表演 之后闯荡演艺圈 曾经在几部粤语电影中扮演过角色 代表作分别有完全失控 厌鬼发狂 夜半无人诗语时 早期的影视作品并不多 因为她分身乏术 把精力和时间都集中在了 谈恋爱和生孩子这两件事上 娱乐圈里既盛产鲜花 也不缺少狂风浪蝶 18岁那年 容颜俏丽的黄夏慧吸引了一个男人的注意 她就是演员林娇 不过这段感情从始至终都是扑朔迷离 两个人之间没有传出什么浪漫故事 反而因为这段感情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奸舌骂战 黄夏慧一口咬定是对方谈慕自己的美色 主动追求自己 而林娇则强调当初是她主动勾引自己 因为当时自己在娱乐圈里的咖位不小 是当之无愧的男主角 所以黄夏慧接近自己的目的就是目的不纯的为了上位 那么两个人为啥要计较这些事情呢 原来当年与黄夏慧产生情感纠缠的并非只有林娇 还有别人 彼时的黄夏慧延迟正值巅峰时期 而且身处名利场 在社交场合认识达官显贵的机会并不少 然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黄夏慧却并没有钟情于那些名门公子 偏偏和一个有福之夫看对了眼 这段让黄夏慧扬名立望的感情 正是她与律师胡白泉之间的故事 两人相识之初 胡白泉已是有福之夫 在错的时间里遇到了对的人 通常情况下 多数人会选择放弃 因为再往前一步 必然是遭人非议的小三之路 然而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黄夏慧背负着千夫所指的骂名 接二连三的给胡白泉生下四子良女 或许她是想以母嫔子贵 能够夺走另一个女人的正妻之位 但是这个如意算盘 还是落空了 小三之名背负多年 胡白泉除了给她锦衣玉食的供养 每月提供生活费之外 绝口不提名分之时 正因如此 黄夏慧有段时间 过得如同响铃嫂一般 到处诉说胡白泉当年对自己大献殷勤 百般纠缠 似乎在为自己树立一个勉为其难的形象 但是却很难取信于人 因为若是真的情非得已 怎么肯为对方生孩子呢 关于这一点 黄夏慧后来的所作所为似乎给出了答案 2014年年底的时候 黄夏慧曾经做过一次特别的志愿者 她在香港湾仔街头 参加过宣传婚前安全防护措施 沿街派发过安全套 面对媒体的采访 她语出惊人的爆料 17岁的时候就和别人发生关系 那个时候没有用过这种东西 黄夏慧更是坦言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懂得保护自己 因为太冲动 所以没有采取措施 结果大着个肚子 还没有能力结婚 小孩子生下来以后 生活负担真的很重 所以这方面的教育真的很重要 有些家长不好意思和自己的子女 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结果被现实啪啪打脸 后悔都来不及 虽然她和胡百权的这段关系 被人诟病多年 胡百权却真的很爱她 并且举办了一场并没有法律效力的婚礼 向世人公开了这段并不正当的关系 真爱一个人 不是温馨提醒她多喝热水 而是落在实际行动上的护她周全 早些年的时候 胡百权还送给黄夏慧房产和大额支票 只可惜以色持军终不能长久 色衰爱持的故事屡见不鲜 岁月是一把无情的杀猪刀 谁都不能幸免于难 男人可以用金钱为自己的魅力度金 某些女人却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对抗衰老 譬如躺在病床上 接受手术刀在脸上滑来滑去 在那个整容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 这样的后果可向而知 母贫子贵 母贵子财荣 黄夏慧之后的所作所为 确实让子女无语 2002年的时候 黄夏慧跑到黄大仙庙 为了争夺一个豪菜头 她和在场的群众争夺上头香 因为太拼命 结果在死者中被人拽掉假发 在所有人面前出了丑 也因此再上娱乐版头条 在全港一片哗然的声浪中 黄夏慧的子女们也跟着丢了脸面 不过凭借这一张人见人怕的脸 黄夏慧还是享受到了这个福利的 2004年的时候 黄夏慧在自家住处附近遭遇歹徒 对方抢拉她上车之时 她大呼匪力 歹徒看了看她那张金氏害死的脸 似乎觉得弱势被抓 和这样的女人传出绯闻 面上无光 于是急忙起大而去 黄夏慧以因此化险为夷 虽然颜值崩塌 众叛清理 但是总有人会发现 她值得欣赏的内在美 黄夏慧在晚年的时候 与退休的赛者手 潘炳烈走在了一起 当她青春年少 容颜交好 甚至敢于为对方 没名没分的生下六个孩子的时候 胡百全没有给她名分 也没有娶她 当她年老色衰之时 胡百全没能给她的 潘炳烈全都给了她 这样强烈的对比 让她明白了 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只是她当年没有找对人而已 那些年的美好时光 终究是错付了 潘炳烈将她捧在 手心一般的呵护有加 虽然能够令她感动 但是儿女亲情的疏远 却是她一生的隐痛 或许是为了博取她们的关注 黄夏慧开始频频参加 友人的葬礼 每次出席都是起庄一服 赚足了公众的眼球 成为全港议论的焦点 甚至获得刘乱雄的恶意点评 送给她一个丧意之心的称号 如今89岁的黄夏慧 依旧紧随时代步伐 不肯宅在家里打太极拳 跳广场舞 而是跟着年轻人一起 玩起了直播带货 按理而来说 她和老公真的不差这几个钱 但是为啥还这么干呢 然而 当疫情来势汹汹之时 这位老人却用实际行动 给出了让人刮目相看的答案 当全国疫情铺天盖地之时 88岁的黄夏慧 自掏腰包 卖了十多万的物资 捐助给65岁以上的年迈之人 引发了不少的关注 在直播里 年轻貌美的女主播比比皆是 但是真正关心他人极苦 心怀善意的主播 又有几个人呢 在人生进入倒计时的时候 黄夏慧终于让世人看清了 她的真实相貌 这张精神容貌 才是最美的一张脸 对比那些天使容貌 魔鬼心灵的人 黄夏慧的这张脸 真的没有那么难看 漂亮的皮囊 千篇一律 美丽的心灵 万里挑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讯